新Maivi更長更寬更省油 手牙只有1.3 Useless What the heck? 2017年雪胖1000公里,那一賽冠軍, 熱烈祝核新Maivi上市 你們有看到這廣告嗎? Proton的廣告 它旁邊放著Supermark 跟Iris的照片 Sepang 1000公里比賽用的車子 據說,他們在Sepang裡面是拿到第一名啦 我不懂是哪一輛第一啦,總之 就是第一,就對了,ok? So,驚喜又意外 因為看到這個廣告 為什麼Proton會出現Maivi的廣告呢? 熱烈祝核新Maivi上市 然後這邊下面寫Proton Lawang 賽車級的可靠性及代酒性 來自Sepang 1000公里,那一賽冠軍品牌 5年免費保養哦 所以最高又會8000 很厲害哦 自從換了CEO,果然是不一樣哦 廣告方面啊,是... 蛤? 非常的... 呵呵呵呵 創新 這個應該算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Proton幫Maivi打廣告啦 其實我這樣子跟你們分析啊 Proton正式Roster Prudua 他們想宣戰你知道嗎? 他們想講,哦!你看! 我們的車,Sepang 1000公里拿冠軍 Proton,你們可以嘛! Maivi剛剛上了嘛,然後剛好他們又拿冠軍 我在11月11號 其實,想登這個廣告啊 想要講什麼? Proton啊! 你們的Maivi不能夠啦! 你們有什麼車能夠跑Sepang 1000公里的? Proton! 就連那時候我去MSF的比賽啦 都沒有看到Maivi Maivi正所謂馬來西亞車車 既然在比賽裡面沒有看到我那種本地的賽事啦 MSF啦 啊,現在你看到了 啊? Sepang 1000公里 Proton啊,冠軍 Proton啊! Proton啊! 其實這樣也是好吼 我不懂,到底啊,Proton的CEO在想什麼啦 我沒有教他這樣子的吼 他這樣子啊,就是分明Ross的Proton 雖然表面上是 誒,Proton啊! 哇,恭喜你Sepang 1000公里上市吼 其實背後就是 Proton啊! 1000公里,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Champion! Champion! 太強了,Proton 我覺得你們廣告真的是打到太厲害了 我佩服你們 你們有我的榜樣吼 Rosted 別人吼 其實這種廣告 推銷呢,在國外啦 如果你們有看YouTube的話 以前,Cola跟Pepsi 這個兩個公司 其實也是比這個廣告手法 更誇張的方式來打廣告的吼 Well,Proton good job 啊! 但是,我想問一下吼 R3不是沒有了嗎? 這邊有R3嗎? 因為R3是Proton的一個賽車的研究 有部門這樣子 就像Toyota的TRD 看了這個廣告啊 現在最讓我期待的就是 Proton 究竟下一步會怎樣呢? 他們會不會出一輛 Track Car Myvi 還是Track Car的 Beza 來挑戰 Proton 呢? 據我所知,Proton 在馬來西亞 好像沒有一個賽車研究部門 就是專門去搞一些比賽啊 研究一些動力改裝套件 如果有的話,你們知道的話 Leave a comment, please!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記得點個讚 還有分享 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Iki Weiss 我們下一集,見! M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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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